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抓整体 整体的收光背光的这种感觉 把耳朵的位置也定一定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感觉这个形状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固有色给它拉开 因为这个女青年的黑头发比较显著比较明显 然后咱把从头发的背光部开始 把头发的背光部给它压住 这个阶段要求平铺 尽可能的就是铺的稍微均匀一点点 横竖交叉着铺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铺颜色的时候稍微比稍微测一点点 缝隙不要太大了 同时呢 再找出来哪是受光的 哪是背光的 把受光的头发呢 适当地稍微浅一点点 这样的话 受光背光 就是光影还是存在的 一方面拉开这个头发和脸的这种固有色 另外一方面呢 兼顾头发本身的受光与背光的变化 远处的头发 脖子远处的这些头发 就适当稍微浅一点点 就是虽然是头发 但是不同地方的头发 它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受光 背光 咱们可以把背光加重一点点 受光适当要留一些空间出来 然后顺着头发的生长方向 做一做头发的这种 鲜接和过度 远处的头发就可以适当稍微浅一点点 然后同时呢 把五官的颜色 摄入一些具体的形状 然后把五官的颜色也给它适当加重一点点 找出五官的特征 它这个女青年的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远处的眼睛不要画太大 好好比较一下近处眼睛和远处眼睛的大小 一般远处的眼睛侧过去之后 它都会变得稍微小一点点 这个鼻头 鼻头伸出来 找对着交接线 再找到投影 把暗部的颜色给它平铺一下 这个阶段就是把形 适当的稍微具体一点点 把明暗呢 再拉开一点点 适当拉开一点点啊 这样的话 画面就出来一个基本的这种明暗效果 围绕光影和固有色 这个大效果就出来了 脸的暗部在铺的时候呢 也是平铺啊 先不要找太多的变化 找到这个脸的交接线 整个脸的下部颗底面是交接线 把交接线找到之后 把暗部的颜色也平铺下去 vard红部的颜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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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